千龙网北京6月29日训,记者查田田,道路平整,设施齐全,芳草阴音,鸟语花香,这是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街道广大居民的一幅远景图。据悉,为实现这一远景,大屯将绿色环境与人文环境相融合,在铸牢根基,化缘体量,绿色文化,绿色发展上下功夫。 自2011年以来,大屯人经过不懈努力,实现了花园市社区八连创,圆了居民一个推创建律,出门赏景,起不闻香的花园梦,大屯街道安徽东里社区,记者看见,小朋友们正在家长的带领下,给小区里的植物浇水,开展任养爱新树,制作护绿小标记活动。 以前感觉小区里的绿植跟我没什么关系,但现在通过植树,我与树有了感情,每天上下班都要多看一眼我种的树是否长高了,长大了,孩子们在大人的带领下,也学会了爱绿护绿。 一位小朋友的家长告诉记者,以前一谈起种树,都觉得是物业的事,现在已经变成了全民参与的一项活动。 特别是通过创建花园市社区活动,让小区里的孩子们亲身参与到与自然的互动中,从小建立环境保护意识。 大屯街道相关负责人说,花园市社区创建工作,不仅是街道和社区的工作,更是关系到每一个社会单位,每一位居民的身边事。 二,为把创建工作落到实处,大屯街道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,进行系统谋划,与居民面对面,新贴心,对改造什么,绿化什么,开展什么,都主动征求居民意见建议,同时不定期召开花园市社区创建工作座谈会,交流会,沟通需求,对街理念,共同研讨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,群策群力,共建共享。 我们既要有直律增律的意识,更要有爱律顾律的责任。 大屯街道安徽东里,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建辉说,去年,在区原林律化局及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,社区补重了月季、玉兰、丁香、碧桃、鱼叶煤等十余种,共计五千六百余猪鸟目,花子二十公斤。 直律更要护律,我们又陆续开展了园艺课堂、小手拉大手、直律共护律等活动。 眼前这一片区域,就是爱律幼儿园小朋友认养的责任区。 据悉,近几年,大屯街道通过增律护律行动,花贵百万余元为社区购买了碧桃、丁香、鱼叶煤、月季、黄阳、花子、草子等多种苗木,精心栽培、用心呵护、按时打药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、修剪,形成了桥、灌、花、草一体化及巨花园式特色的景观。 同时调动楼门长和居民的积极性,参与到爱律护律行动中,主动巡查、亲自维护、制止破坏律制行为,打造出让居民看得见、摸得到、闻得着的优质绿色生活环境。 与此同时,为了让更多的居民享受绿色福利,提升绿色理念,大屯街道将废旧报纸电池换绿制活动、环保讲座、优美阳台、任见任养、悬挂树牌等活动引入社区,充分利用各社区宣传栏、宣传橱窗、板报标语、微信公众号等形式,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,参与到花园式社区的创建中来,争取人人做到心中有虑。 手中护律、足下吸律、把低碳环保的理念内化于心、外化于形。